還踏在海灘上看似不舒服不停翻滾 另外還有水鳥全身裹的黑油漬 打到沙灘上的海水全是黑的 這裡是新加坡觀光聖地聖桃沙海灘 原來是因為14號一艘挖泥船 和一艘油料加住船 在新加坡巴西般讓碼頭翔撞後漏油 導致聖桃沙海灘受到嚴重污染 海灘緊急關閉 原本滿心期待來玩的遊客 看到的只剩滿是油污的沙灘 新加坡當局在海岸線 部署了近1500公里的海上圍欄 來阻止更多石油擴散 派出清污船在海上攔截油污 還有人在海灘上產出油污 而漏油也影響到附近的海灘商家 原本周末都擠滿人潮的沙灘酒吧 現在只有少少的人 專家呼籲民眾不要靠近受影響的區域 專家還分析清除油污的工作 恐怕還有好幾週 對當地觀光產業和自然生態 都受到嚴重衝擊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